這再來送迎部位 意念及看見於往昔世間到時 有情受低一等痛苦 眾生迷亂顛倒 見盡其手所有之苦 雖至離迷亡不受苦患 然生作念仍負長受之意故不畏 送迎怨禪如前如有情迷亡未始 多所放逸乃至以不靜止為清靜 等輪迴之行 心生厭敵 這是我剛才講的出離心 出離心 剛剛我講出離心 大家剛開始的時候以為人間非常好 你沒有受過苦 當然知道人間 有的人以為人間很好 受苦的人就會產生厭離厭 厭惡這個世間 然後對這個世間產生恐怖異 產生不畏 尤其啊 世間上最苦 什麼最苦 病苦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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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病了 你生病了 苦不苦啊 真的苦欸 我常常講一句話 我接著師母 他真的很堅強 他真的很堅強 真的有耐力 今天我如果像師母這樣子 我們沒有他的那一種耐力 他是靠藥物 這個藥吃下去 產生作用 維持他的生命力 他的動作 極致的生命力 走路 手的動作 身體的動作 腸胃 跟他身體 一切的 靠藥力來支撐 如果要力不達 要力不夠 他走路就很困難 他的很多行為 就沒有辦法做 以前可以開的瓶子 他也打不開 可以做的 他都也不能做 行住坐我 都有困難 他真的有耐力 一個人支撐 也不含苦 如果是我 不要講 不要講 越早離開 世間越好 真的 哪裡 他能夠堅強這樣子活 這佛 我呢 我就受不了 病苦最苦啊 你看生也苦 死也苦 死前的苦 痛苦 生病的苦 老的苦 你現在知道嗎 什麼是老的苦 我們這裡年紀 有些是比較大的 我以前問我媽媽 為什麼 你爬山怎麼這麼慢 她跟我講 你老了就知道 現在我已經知道 老了就知道 老有老苦 所以他這一段的 就是講 不畏 恐怖這些苦 人生是苦 釋迦摩尼佛 上法座第一句話 常常講 告訴你們 人生是苦 苦是真諦 苦是真理 人生是苦 這個苦是真理 所以佛陀所講的苦是真理 所以佛陀所講的苦是真理 因為苦 你才產生不畏 才產生厭禮 厭惡 才要粗離心 這就是我講這一段 還有輪迴 人間已經算不錯了 輪迴到人間 算是屬於三善道 這個阿修羅 人 跟 天 這三道叫三善道 這三道算是善的 算是好的 還有三惡道 所謂要粗離六道輪迴的原因 原因就是在這裡 離開輪迴 今天我們坐在這裡修行 主要就是因為要離開輪迴 這一段的意思就是講 不為這個世間 厭惡這個人間 就是出離心 你看很多人間本身不是沒有地義耶 你看那個 記掉腳的 換掉心的 這個腸子切掉的 胃切掉的 肝切掉的 這眼睛手術的 到處這個腦出問題的 腳 激斷腳的 激斷手的 多的事啊 那不是地義嗎 那都是很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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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母現在還堅持著做著中務的事情 這是很難能可貴的 這是很難能可貴的